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四位当事人 是一家人父母带着姐姐弟弟一起来了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 每位场上的当事人都有什么样的诉求 我没有什么诉求 那是配合谁来的 是父母要求你来的 对对对 他们有跟你说为什么要来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对对对 爸爸是因为什么把儿子交来调解 他现在接了网贷 我们不知道他自己在外面去怎么搞 现在搞这十多万 我现在也是没办法跟他偿还的 希望把它改变他以后的人生 没有什么好改变的 我已经成年了呀 我可以对自己负责呀 网贷的问题 你需要他们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吗 不要 我再还呀 他觉得他就是可以赚钱去还 但是目前的情况就是暂时性的可能都还不了 因为他赚的不多 姐姐是因为什么呢 你看一下能不能改变一下弟弟的现状 然后另一方面的话 看能不能缓解一下弟弟跟父母之间的沟通 他就基本上是零沟通不说话 你不知道他钱到底是用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他平时在干什么 弄明白小廖的贷款去向 商量好还贷计划 是廖家父母和姐姐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 姐姐告诉我们 小廖是家中最小的弟弟 从小与他关系最为交好 因为不放心 弟弟一人在外闯荡 自打小廖初中辍学后 一直由他带在身边 三年前姐姐结婚成家 小廖第一次离开姐姐 独自去到其他城市工作 让姐姐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刚离开不久的她 竟然多出了一笔数额不小的贷款 这笔贷款的去向至今是个谜 说去找我玩 后面第二天的时候 还没有回去上班 然后我问了她 然后她支支吾吾的 问我有没有钱借给她 就是在信用卡那些 欠了十多万 那些钱问她一直花到哪里去 她一直没有说 我其实蛮忐忑的 因为之前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小廖 你当时遭遇了什么困难 也不能说 所以她基本上就是平时说话就一直是这种态度 违避还是 对后面我是直接叫她回去跟我父母说 廖先生听到孩子跟你说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想法 我听到她一下子搞了十亿二万 我听到一下子都懵了 有没有搞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笔欠款吗 也没有 我问她 她说她也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搞得这么多上来 她也不知道 没能得到答案 我也是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答案 跟这个小的儿子沟通是沟通不了的 反正他都不回答你 你问一千计一万计他都不回答你 就是不回答你 就是这个 小亮 他们都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是不愿意去跟他们沟通呢 还是觉得沟通了也没有什么作用呢 没有什么沟通的 那为什么缺钱了呢 总有个原因吧 对吧 能说吗 不想说吧 不想谈这件事情 就这样就随他去 我也就没办法 我明白 爸爸的意思是说 如果儿子还是这样的态度的话 连跟你们这样去做一个交流都不愿意的话 你也觉得那我也就是没办法了 是 是这个意思 其实那个时候主要还是我父母太着急了 跟我弟沟通 因为他们跟他沟通不进去 刚开始的时候我妈是就是 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然后就心情就很差 然后每一次就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一天到晚哭啊 听到是接高利贷的 就一下子也是很怕 滚到一下子就没办法还了 我两公婆商量 商量到如果他去接这个高利贷 再把这个钱现在不还了 以后滚下去 他没办法还了 倾家荡产了 那当时发生这个事以后 你对儿子有什么看法 我的儿子就反正就要求他 把钱还了 好好去工作 赚一点钱赚多 吃少赚少吃少 反正就不要去搞这个广贷了 我就叫我大女儿说 现在如果把他拿钱还掉 叫他以后不要去搞了 那个时候我是拿出我所有的积蓄 帮他还上的 虽然在姐姐的帮助下 解决了小廖贷款的当务之奇 可贷款原因不明 却成了廖家另一个心头大患 如今小廖依旧拒绝说明贷款去向 不仅让廖家父母感到不安与无奈 也让调解团队感到疑惑不已 他过于淡定的外表下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心事 离开姐姐后 小廖又到底遇到了什么 让他至今不愿意说出来的困难呢 本身他对自己的人生 就没有太多的规划 出去上班找工作 他也不知道怎么找 应该是平时开销比较大 因为抽烟 然后跟朋友出去 反正大概就是七七八八的 如果真如姐姐所说 小廖这笔贷款 是用来填补工作变动 带来的资金空缺 那么当贷款被还清 工作和生活有了具体着落后 小廖为何再次贷款 对于这笔贷款的去向 小廖是依旧选择沉默 还是会当面给出答案呢 六月份的时候 我收到一个软件发过来的信息 大概意思就是他借了款 然后没有及时还上去 然后我是 我是他写的一个 担保人呢 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一看那个信息 我知道肯定是又出问题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是不是借了这个钱 没有 我说那没有 为什么会有信息发过来 他说我不知道啊 就是问了很久 才把这个事情问出来 他说是借了 怎么样嘛 这次也是借了 大概十一二万这样子 就我问他呀 那些钱花到哪里去了 你怎么又借了那么多钱 你问他 他也反正基本上都不说 也没什么好谈理啊 他在怀疑 不忘他们重新啊 如果他自己有能力弹还 上个月 信息也发到我的手机上来 一天一个信息 一天一个信息 紧发到我的手机来 说要起诉 要开庭 要什么 听到是很严重的 第一时间发到我的手机来了 我还不敢跟我老婆讲 讲了他就一下子就很伤心 心里在想什么呢 有教练 这笔钱压力又太大了 这个行政来了 我就打电话跟他说 我说问他说 这次又 为什么又可以借这么多钱 你这个钱来干什么 一句他都没有回答我 说他完了就关机了 就这样 教练他有问题 害怕会出什么事是吗 是 从小很好的 小廖如果不是那条短信的话 你是不会让他们知道这个事的 是吗 对啊 这件事情是怎么了呢 是这些问题不愿意回答他 还是 有别的原因 没有别的原因 不想回答是吗 对啊 基本上我父母跟他沟通什么 他他都不愿意去正面的回答 就基本上就要排斥了 不说话 后面是问的我堂弟 他他跟我说就是就一天到晚的打游戏 打游戏的话就晚上打到很晚 天亮了才睡 所以第二天根本就起不来去上班 所以经常就是有一天没一天的这么这样子上班 但是在外面要住房呀 要开销要吃喝呀 所以他就只能在网上借贷了 没有也没有 现在我也没什么玩游戏啊 这件事情是怎么了呢 是工作有受到影响 还是说是刚找到工作 差不多吧 没有想过跟父母讲一讲 或者跟姐姐讲一讲 寻求一下他们的帮助 不愿意开口吧 父母知道他那个时候工作上遇到了问题 没有收入吗 你们知道这个情况吗 也不知道啊 完全不知道 也不知道啊 他在外面工作啊 就他有没有回家 就不知道他找 也没有电话呀等等这些联系吗 也没有联系啊 一年多的时间欠了十多万 就我是蛮吃惊的 我觉得如果说生活费的话 我其实一个月花不了这么多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 就是让人放心的 放心的人 用款不明 行踪不定 拒绝沟通 小廖一系列的古怪行为 不得不让父母和姐姐 对他多了另一层担心 因为早在小廖年少时 就做过一件让家人震惊的事情 也正是这个原因 姐姐和父母才会一直 对他贷款的去向 穷追不舍 忐忑不安 对他说 咯 就会 jej买的 不得不舍 你 好